往小琉球的交通船 被大浪推得不停上下摇晃 乘客像是坐海盜船一样 不断大声尖叫 宣揽怒台风带来的大浪 将船只推得超高 整艘船不停上下摇晃 看起来十分惊险 屏東东流线3号 因为台风被迫停止 让许多人卡在小琉球回不来 4号一早许多游客 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返回本岛行程全被打乱 即使浪这么大值 要去小琉球的游客人 大排长龙挑战自己 晕船的极限 在高雄西子湾 也出现许多冲乱客 一轮务实港大浪直扑岸边 激起两层楼高的水花 在一旁观浪的民众 马上得退路 基隆朝经公园 将近十米高的白色浪花 让聚集观浪的民众直呼 好过瘾 即使宣揽弄台风渐渐远离 但大浪人不容小觑 从远离还是要注意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寒绿岛 来与恒春半岛 澎湖马祖 会有长浪出现的机会 另外今天 来与基隆北海岸 恒春半岛 还是要注意有强风 另外气象局预测 中秋廉价是多元稻情的好天气 不过到了下周日 琉球东方海面可能会有低气压生成 有机会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 会不会在中秋廉价来捣乱 还要持续观察 记者综合不到 系统里面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深沉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